很多国家的交流越来越频繁,其中就有不少外国人来中国旅游 虽然如今中国发展都非常繁荣,但对于一些西方国家来说 他们只能从西方媒体上片面的了解中国 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贫穷落户的国家 一位法国美女来到中国旅游,回去之后她给朋友忠告 不要相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,法国是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 而且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国家 很多人都对法国非常向往 但其实近几十年法国的发展并不是很好 尤其是国内的治安让人感到开忧 不过在来到中国之后 中国的一切都完全颠覆了她以前的想法 城市里不但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交通也非常便利,到处都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与几十年前相比,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里既能感受到古老文化 也能够感受到西方的文化 但都感到十分惊讶 短短几十年的时间,中国自然发展得如此出快 甚至早就已经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 中国的治安也非常好 即便到了晚上也是灯火通明的 她简直不敢相信中国竟然只是发展中国家 对此